灰色的花 眉涂上色彩的花 等雨水一滴一滴一滴落下 剪散开的红花 我在等它 解开梦在眼前模糊那一层黑霞 我看见的是橙色的梦啊 会有点迷茫 会有点彷徨 但你和我并肩远处就亮了光 站在路口抬头仰望 就快要想起的太阳奔跑吧 朝着向往的地方去吧 灰色的花 眉涂上色彩的花 那颗水一滴一滴一滴落下 剪散开的红花 开笑吧 所有的迷雾就在这一刻去散吧 收起火吧 突然间变得那片脚下 不再害怕 人总要自己长大 就算被大雨一杯一杯狠狠装爽 就想把我结垮 绝不倒下 分离冲出阴霾 站在橙色天空下 我看见的是未来的回答 回答 超着目标 勇敢奔跑 我知道我一定能做到 可是听说张牙很可能 最近要去北京当什么练习生 干吗告诉别人当练习生的事 放弃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不就是为了周星芒吗 这种事你得告诉他 张杰跟我收他那点电影券 终不要请咱们看《莱眉之夜》 我总觉得梦就像是空气 看上去是最虚无缥缈的东西 但世上的鲜活却大多靠他延续 我不想当青春变成了旧照片 化成了聚会上酒杯中的回忆时 才意识到生命中的孤独和遗憾 所以即使明天天寒地冻 路远马亡 但那又怎样 别为难自己 别辜负岁月 我想他也一定是这样的 张杨 周周的手机 被周八屏没收了 你和他说好了时间吗 怎么还不来啊 约好了 他应该会来吧 放心吧 他会来的 答应你的事他会做到 周周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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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跟我爸妈说是 学校的社会实践 我来之前被盘问了一会儿 你能来就好 要不然就 就不能道别了 我们先走吧 张杨 我们走吧 你的演出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坐哪辆车 就这辆 那跟他们俩的是连票 终于可以说了 憋死我了 张杨给你买了演唱会的门票 想给你个惊喜 吃太贵了 我不能收 你不要我就撕了 别 来 啰嗦 就是 快走吧 真的来不及了 走走走 谢谢啊 女生真麻烦 女生真麻烦 刚刚爱了还愁我们唱歌了 就是唱不想长大的时候 对对对 还有最后的大合唱 虽然大家都站起来了 也看不到舞台了 但是我就是觉得 特别的兴奋 我跟你说 在我前面那个女生 她编唱还编哭了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也能坐在台下 听演唱会 这种感觉太不真实了 干吗 你搞得我也忍不住了 明明刚才很高兴的 今天是我最最最最最最最开心的一天 太开心了 是啊 张安给你买了演唱会的门票 想给你个惊喜 今天也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我一定不会忘记 一定不会 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啊 怎么办 你们带伞了吗 完了完了 再不回去就穿帮了 以后再也出不来了 周周你别急 也许这个雨一会儿就停了呢 去哪儿啊 胡相悦 胡相悦啊 梁北 不走啊 行 我就知道你们回不去 庄姐和练琛 马上就要到了 周既忙有门禁 我先带她回去 快点 穿着 走 走了 我们先走了 小心啊 拜拜 上车 抓紧了 周既盟 你怎么这么重啊 你才重 抓紧了 演唱会好看吗 好看 开心吗 开心 开不开心 开心 我觉得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这么开心了 行啊你 才六岁就会说一辈子了 你这种俗人懂什么 是 就连你演唱会的门票 都是我这个俗人给买的 谢谢你啊 门票钱我慢慢还你 我说了送的 一定要还的 以后你写的小说 我要第一时间看 什 什么 作为交换 给你三秒钟时间考虑 三 二 一 好 成交 我 我没答应 就当你默认了 下车 再晚回去 该被你爸妈发现了 这个给你 这个给你 这个礼物有什么寓意吗 没事 你放心吧 怎么了 庄姐怎么说的 他家里有事跟他爸妈出去了 只有凌晨一个人来 可是凌晨也在不了咱们两个呀 庄姐说凌晨就不在咱们了 让凌晨帮咱们打个车走 有一个男生也放心一点 凌晨 凌晨 你怎么样 等久了吧 没事 庄姐来不了了 凌晨 我帮你打个车 然后再送沈亿惠回家 不用了 你帮我们两个打车就行 凌晨 凌晨 你跟凌晨走吧 我给我爸打个电话 让他来接我 那我等到你爸来吧 等我爸来至少要四十分钟 赶紧走吧 班长 麻烦你了 把这个穿上吧 那你到家了告诉我 你赶紧走吧 真啰嗦 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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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忙着呢 哪儿有空离我呀 停车 怎么了 你快回去吧 我从这里打车回家 这么晚了 你一个人回去不安全 快上来 没关系 秦真不也是一个人吗 谢谢你这么晚能来 以后不要这样了 不要这么客气 我们是朋友 应该的 我们不是朋友 我也不想和有目的 接近我的人交朋友 什么 没有 你不会 你 误会了 那天在医院 我听到你和你爸的对话 凌晨 你并不是一个和群的人 我猜你接近我 无非是想见我妈 在医院行方便罢了 想见林医生为我爸治病 行方便的想法是真的 我们家囚也没能力 我只能这么做 可后来我 我知道了 所以你不用再解释了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秦真也病了好几天了 快到期末了 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好 下课 谢谢老师 走 周周 我去接口水 周近盲 秦真的杂志 我刚才在收发室看到的 谢谢您啊 他看到一定会很开心的 秦真怎么样了 他看完演唱会就再也没来 我问过凌晨 凌晨说秦真那天没让他送 是他爸爸去接的 可是他爸爸去接 怎么会感冒了呢 是急性肺炎 他说他爸爸那天去晚了 所以冻着了 急性肺炎 那得冻成什么样啊 他在哪个院你知道吗 干吗 要不是那天我没空去接他 他应该也不会感冒 所以我想去看看他 就在试附属二院 那行 今天下课我就溜过去 顺便把这个带过去 走了 今天下午两点二十八分 四川汶川县 发生里市七点八级地震 具体震中的位置 在成都附近 北纬三十一度 东京一百点三点四度 四次汶川地震 波及了大半个中国地区 上海已经有震感了 从下午到现在 地震的手机信息 都被刷屏了 好吓人啊 张扬 你说咱们是不是需要补一点 遇到地震怎么自救的知识啊 等会儿放学 我去看清真 顺便去个书店 看看有没有什么手册 给大家都买一本 你 你干吗 大哥 不至于吧 一瓶可乐都不舍得给我喝 这瓶子有用 这瓶子 你不会是要做成什么尴尬的工业品 送给周静王吧 小帮哥 小帮哥 你找我什么事啊 你听说大地震的事了吧 我学过地震自救 这是急救包 想着送你一个 没关系的 我不用 你留着吧 我还要回去写题呢 做题也先拿着这个 有备无患嘛 不能不顾安全 它不是不顾安全 是不想从你那儿活得安全 拿着 这是什么呀 把这个盗放在宿舍 地震来了瓶子会倒 比较容易判断 你这种儿童手工艺品 还好一次拿得出来 小芒果 你要把安全交给他吗 要不 我两个都拿着 你说什么 没事 没事 这你拿走吧 他这儿有我 好吧 那我先拿走了 小芒果 如果你发现 他的东西不好用 记得再找我拿 那 我先去做题 你没事吧 干吗 没见过人生病啊 我没见过你生病 喝点水吧 感觉你五脏六腑都要被咳出来了 你赶紧好起来吧 大家都挺担心你的 不过 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呀 什么意思啊 谁骗你了 你啊 那天晚上你说你爸会去接你 我可问医生了 医生说你这几天生病 都是保姆在照顾你 你爸妈根本就不在家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是觉得 莹慧要是回去晚了 他爸妈肯定会着急 不过我没关系 反正我爸妈都不在家 我 我就随便找了个借口 让凌晨先送莹慧走了 就只是觉得 沈莹慧回去晚会被骂 没有别的 其实我是觉得 凌晨好像有话想单独跟莹慧说 自己貌语回家当好人 然后把自己送到医院来了 你干吗这么凶 我还生成病呢 你这样完全不顾及自己的身体 简直就是胡闹 你要干吗 我想问你 演唱会那天 你是不是没想过 从秦莹回家 是他自己说的 他家长来接 我问的是从一开始 你又没打算送他 对不对 无聊 你为什么不回答 无论我怎么想 这话都是秦珍他自己说的 我的时间很宝贵 不会回答没有意义的问题 也不想理没有意义的人 庄杰 你刚刚跟凌晨说什么呢 要不是你们来了 我非得揍他一顿不可 大清早的 发什么脾气啊 对了 你昨天不是去医院 看阿珍了吗 他怎么样了 病得不轻 那医生怎么说呀 他是脑袋有病 医生治不好 沈一辉 演唱会那天晚上 凌晨跟你说什么了呀 没什么 那阿珍就是真的有病 到底什么意思啊 秦珍说那天晚上 他觉得凌晨想跟你单独 说点什么 又怕你一个人 回去太晚家里担心 他就当好人 告诉你们 他爸妈都在家 回来接他 实际上他爸妈都在外地 他是一个人冒着雨回去的 你说他是不是想当好人 想疯了 更可气的是还有那个凌晨 我刚刚问他 是不是没想送秦珍回家 他说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不想回答 他拽什么拽啊他 他就是这样的 不交没意义的朋友 帮别人的前提 也只是这个人有用而已 我想回去贝贝丹词 音魂 这段时间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 汶川发生了大地震 我知道同学们心里 或多或少都有一点难受 虽然我们的能力 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自己的方式 去向他们表达帮助和爱 这几天呢 我把这个捐款箱放在这儿 大家可以随时来捐款 我相信滴水能够成为江海 心意是最重要的 凌晨 凌晨 这几天就辛苦 你来保管一下 这个捐款箱了 好了 大家准备一下 马上上课了 这是我的 来 来 班长 我也要捐 好 放里面就可以了 我捐一百 你捐多少 我 刚才没顾事 我捐个 就捐这么一点啊 施老师都说了 心意最重要 在聊什么呢 好了 还有想捐钱的同学呢 接下来把钱 放在这个捐款箱里 就可以了 凌晨 这几天辛苦你了 在化学当中呢 有一个非金属元素 叫做碳 碳元素呢 有很多种的 铜素液形体 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呢 就是金刚石和石墨 同样是碳原子 排列不同 那么它所产生的形态呢 也就会不同 大家都知道 石墨当中 它的碳元素 排列得非常地松散 但是当它们紧紧地 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会成为 坚硬的金刚石 你们 包括我在内 在灾难面前 我们都是一个 小小的碳元素 但是当我们有了一颗 团结的心 便向着同一个方向 排列以后 就会成为一个 坚硬的金刚石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打开书本 来看一下方程语言 周老师 这是我们班的作业 放这儿吧 你帮我把录音机和磁带 拿到教室去 下午的课考听令 好 周青盟 你最近的成绩不错啊 看来手机没收之后 你果然能够 集中精力去学习了 前途啊 都是你们自己的 行 你去吧 周老师再见 周老师 周老师 这是我在学校门口 给你买的羊肉汤 这会儿正好食堂人多 您不用去挨挤了 你不用做这些 你们学习成绩好 就算是对我最大的回报了 同学们都说这家好吃 你就尝尝吧 我知道这家很贵 多少钱我给你 但是下不为例啊 没事 这都是应该的 喂 凌晨 你别忙活了 你过来坐 你最近有什么 不明白的地方 现在趁着午休 我再跟你讲讲 谢谢老师 你是怎么做到 二十四小时都在发呆 成绩还不错的 我不是发呆 我是好奇 他又骂你了 不是 我刚刚看到凌晨 拿了个饭盒进去 他干吗要拿饭盒呀 好 记得记得 你看这一句 你看什么 好奇就看啊 这有什么好犹豫的 对 快来啊 怎么了 不看了 不看了 不用替他担心 他居然就这样 你交朋友 也会选有用的吗 朋友干吗要分 有用和没有用呢 如果我是这样 干吗还和你做朋友啊 我怎么了 我成绩还行啊 是你那天说的 下游戏分文科班的时候 让我帮你补习的 我跟你提了这么久 你一点要帮我补习的 态度都没有 如果我是凌晨 早就把你拉到那种 老死不相往来的 名单里了 你想先补哪一课 背单词 背什么单词啊 你把游戏书 翻到单词那一部分 不就知道了吗 uan 一油 ship 老板上不是这样啊 对 但是这器具变了 我想了好久了 放水以后 操场最东边的护栏键 有惊喜 东边围墙 这儿呢 这儿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啊 别管了 快点 快来不及了都 我们要出去吗 被抓到怎么办 你又不是没翻过 你也不是没被抓过 你怕什么呀 可是 你想不想要惊喜了 我跟你保证 是个很厉害的东西 你走路不看路 看我干什么 我 谁看你了 我看 我看那儿呢 我们吃一个吧 不行 谢谢 我是嫌妮炒 堵住你的嘴 吃个棉花糖 有那么开心吗 要你管 我们到底要去哪儿 应该就是前辈 大家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活动 了解一下我们的活动 舞蹈大比踢 赢了可以得几个 明星的签名照 这么多人 对 来看一下看一下 这个怎么报名啊 了解一下我们的活动吧 对不起 这么大的人行李牌 好帅啊 现场参加舞蹈比赛 获胜者可以赢得 明星签名照 你说的惊喜是这个吧 反正我也要跳舞 参加比赛是锻炼 还能顺便给你 赢个签名照 也算没浪费 不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活动取消了 为什么 主办方临时有事 顺延到下个月举行 要不 要不我下个月再来 下个月就快到期末考试 那天了 别来了 今天我翻了墙 还吃了棉花糖 还看到了这么大的人行李牌 已经很开心了 真的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不要乱跑 您好 请问一下 那边的人行李牌 可以送给我们吗 可以 要随时宜啊 真的呀 我还拍不到 上了辆车刚走 看来还得等一会儿 真好开 我幸福啊 对呀 我也想要 你拍了吗 你干什么呢 这不 我 我没干什么呀 那我看看你拍吧 你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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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吃我棉花糖 我不吃都看不到你的脸 拿一下 好 你干吗牵自己的名字 还牵在黑币旁边 都挡住了 因为 这样就有SHA也有我 你笑什么 以后 女生我只崇拜SHA 男生只崇拜你 如果不是你 我想我永远不会知道 在岁月静好的时光里 少年的间 应担起草长英妃 和清风明月 女孩的眼 应藏下星辰大海 和万丈光芒 演唱会什么时候 什么演唱会 你们去看的演唱会 够票信息给我 你们去看 谢谢啊 别告诉周中吗 最近天天下班 你看看我这惨不忍睹的脸 天天对着电脑 这皮肤能好啊 周中 周中 饭花吃的 你没事吧 别命中 周近盟 有人找 谁啊 你怎么了 没事 是套伤的吗 我真没事 不行 去洗手间 张晏 你干吗 我去洗手间 被烫伤要用冷水冲洗 不能放他不管 好点了吗 我自己来吧 好 我一共就经过两次男厕所 好像都是跟你一起 那次好像是因为唱歌被罚 好像是很久远的事了 不过兜兜转转 我们又重新遇见了 就像 你说再也不见面了 我们现在还总是碰到一样 我今天来是给你送资料的 我想好了 你不想回到以前 那我们就往前看 你不用把我当成之前的朋友 我们重新交朋友就好了呀 但是我没办法 我外套 给 我也不想回到 encanta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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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